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它的优势是藉由装备和职业的特性带来比其他职业更强的战斗表现 不论在防御、血量、攻击和近距离的搏斗上都有一等一的水准 那如果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由于只能近距离的攻击 所以在前期的充等速度上会比其他职业来得辛苦 不过随着能力的提升,不论是对战或者是吃Boss 在战场上都能有极高的掌控权 由于受到类似MLRPG游戏的影响,初期选择骑士的玩家相较妖精来说会显得少很多 但如果说要玩天堂W你,想要在前期跟盟友一起打爆敌人 骑士这个职业就绝对不能少了 因为骑士是前期唯一可以让敌人晕眩的职业 想要一次带走敌人杀到血流成河,那就非他莫属啦 第二个职业,妖精 由于可以远距离的攻击,妖精在游戏上一直都是最多玩家选择的职业 在通过任务或者是充等速度上也会明显比其他职业来得有优势 特别的是,藉由风水火地四种属性的魔法导入 妖精是天堂里面唯一一种可以自由选择近距离攻击,远距离攻击或者辅助的职业 这也是吸引玩家们选择妖精的原因之一 然而尽管如此,在前期养成的过程中,大多数玩家会以选择风属性的远距离攻击为主 毕竟对于打怪和选拟战斗都能发挥到一定的牵制效果 可以说是选了绝对不会错的路线 而官方释出的影片中也有提到,妖精可以克制法师的魔法 这个技能主要来自于风印禁地的范围禁言功能 在以往天堂的设定里面,大型战斗中时常会安排,学了风印禁地的妖精在关键时刻 有如坦克般的直直冲往敌人阵中 示范魔法之后,立刻离开现场,藉此大幅降低敌人的火力输出以及他们的资源 而在近距离攻击的火属性,恢复辅助的水属性,以及提高生存力的地属性 也会有一些玩家来做选择,但是别想太多啊 根据以往的这个经验,推测天堂W的妖精定位上应该跟前座不会相差太多 不论是打怪或是打架,前期选择风属性的增加伤害命中 后期的话,再看状况,服务其他的属性搭配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妖精可以学到第六级的魔法 包括加速、地裂、弱化、魔法相消等等的这些魔法 但是呢,目前还不清楚天堂W的六级魔法会有哪一些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暂时不做评论啦 那这边呢,我们要补充一下 火属性的这个妖精啊,在天堂W的哥哥 也就是天堂M的设定上呢,一直处于这个曖昧不明的设定 所以在本作中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就等上市的时候再看看咯! 如果想要打败歪果人,妖精的数量在战场上 可以说是决定胜败的条件之一 尤其在前期更是明显啦 毕竟除了骑士之外,法师、王族这两个职业 都是属于比较后期开花的角色 王族嘛...嗯...你懂的 所以妖精的确有它的重要性 但雪蒙不能全部只有妖精啊 那个...谁谁谁? 别再玩妖精啦,赶快练一只骑士来阴晕敌人啊 第三个职业,法师 法师给我的印象是实则好练,实则难练 记得当年PC版的法师只要买到火球之后 他就可以开始享受充等的乐趣 甚至弄一本吸血鬼之吻还可以直闯龙之谷地尖 但是到了后座的天堂M之后就完全不一样啦 这个现象似乎取决于 游戏公司给予这个法师的定位在什么地方 以来决定他的这个上手难易度是多少 那么在天堂W的影片中有提到 法师可以给予敌人死亡一击的这个巨大伤害 但魔法呢,只要用对时机的确是很强大 也是后期极强的这种所谓的攻击魔法 但是呢,如何取得这些魔法就是值得关心的这个课题啦 而且在这个影片里面呢 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几个关键的魔法 流星雨、救急光烈术以及队友最需要的这个圣洁界 而拥有圣洁界的法师 可以让自己和队友所受到的伤害降低一半 是前期非常热门 而且玩家最想要取得的魔法之一 所以一旦拿到这本魔法书 要么不是秘语回不完 要么就是有些血蒙会抢着想要这个法师 但是话说回来呢 法师这个职业究竟强不强好不好玩 我只能说打架、练功都不能缺少法师 但玩不玩的起来 就得看官方把魔法书的取得难度放在哪一个位置了 最后我们少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职业 也是贯穿整个游戏的灵魂王族 那么王族这个职业的定位 并不是在战场上的强度 而是跟骑士、法师、妖精等职业协力来取得这些资源 譬如说在一般的时候呢 王族的技能可以增加所有队员的伤害、防御等等的这些buff 那么在攻城战的期间呢 只有宣战的王族才可以取得这个王冠 来赢得这个城堡 在整体的定位上 天堂给予他的定位呢 偏向于营运雪盟 或者说精英雪盟 那除此之外呢 来辅助盟友的这个角色 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 王族相较于其他职业会显得比较吃力 那么最后呢 如果从入手的难易度来说的话呢 从简单到困难 我认为大概是妖精 再来是骑士 再来比较难一点呢 法师 最后是王族 那盟友之业的这个搭配呢 还是必须要把这个职业做均衡 否则啊 如果人人都是妖精骑士的话 谁来当这个补给跟后盾呢 当然个人也是非常期待天堂W的这个法师 好那天堂W呢 即将在11月3号的晚上11点正式的开服 所以呢 还没有准备好的朋友们 请记得啊 赶快跟你的朋友 讨论一下 要分配一下这个职业的定位 不要每个人都玩一样的 那么到时候呢 我们就再会啦 我们开服的时候呢 会在这个伊娃伺服器跟大家一起玩 如果想要一起玩的话呢 请记得按下订阅小铃铛 到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盖一场吧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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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